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的視頻 今天點題是新玩法三個字 談談市場,今天的市場相當反覆 因為反覆又升過又跌過 為何牛皮升跌的幅度不算很大 起碼以近期的標準來說,不算太大 早段曾經迫近25,500點水平 不過其後又跌過,去到25,200點水平 不過後來又掉頭,慢慢收窄跌 回覆以至最後少升20點,收25,367點 升20點的成交,都是縮了 1,269億,今天的市場 早點做好,多得電訊股 中資電訊股,其中聯通,西非里 一隻升11% 厲害,中移動也不錯,有2%盡漲 只不過科技股,特別是和手機有關 或者華為有關的股份,今天跌幅比較大 包括信譽跌9% 瑞星都是錄得比大市跌得多的跌幅 成為市場不能進一步上升 反而全日在升跌之間牛皮 最後全日少升收市 好了,整個市場 在今天的市場,剛才提到 升升跌跌25,000 大概25,200至25,500之間上落 300點都不足,升跌幅 基本上,如果看回日線圖 用平均線來說 其實就是100天線和200天線 這條不是200天,是250天 高於200天少少 200天就是25,56,70 至大約25,700左右 千多點之間上落 其實最近一直都是這樣 這段時間以來,7月以來都是差不多 7月中當然很厲害 7月初很厲害 其後一直在這個水平上 沒有什麼明顯方向 相信跟宏觀因素有些好 有些淡的有關 當然是美國不斷放水 支持 根據最新的數字 發債又破紀錄 或者是美國方面 公司不斷發債 到截至8月 至今星期一 已經發到1,300多萬億的債 這個數是什麼概念呢 就是2017年全年都不足夠 過去這8個月發的 多知說8個月就頂了一年了 不斷發債 不斷支持 資金 透過發債 有集了資 這些公司 然後用集了資的錢 來支持股價 即是回購 之類之類 令到美國方面是這樣的情況 資金不斷推動 在中港方面也是 中國資金 源源是支持的市 今週初 剛剛有 中期借貸便利是7,000億人民幣 比過去兩月平均 5,500億多了一大部分 證明內地液系資金 不斷支持的市 全球央行都是這樣做 不單止中國和美國 支持的市是好因素 但不好因素 就是中美的情況 中美的關係 仍然有很多波折 加上 疫情其實一直都沒有不點好過 尤其在西方方面 最近仍然繼續上升 特別是歐洲的形勢 再次衝上去疫情 整個形勢是一般的 所以好淡因素交纏之下 令恆生指數 這陣子一直都沒有突破這兩條線的區間 即是250天或200天 在上面 下面的100天 都是一直上升 但在大市沒有看頭牛皮的情況下 市場很明顯有一個新玩法 即是點大三次 新玩法 新玩法的意思是 轉去內循環的玩法 對外面的東西玩少些 甚至乎沽 內循環的東西 主要是買下去的對象 外面為何玩少些 大家都知道 美國方面的情況 越來越令 中國方面 或者中國企業中經濟 是擔心的 因為美國不斷出招 而在的勢 特朗普這招 看法越出越厲害 特別是今天聽他的一番話 令大家更加擔心 真的會無所不容其極 因為他今天說 他唯一會輸的可能性 即是說美國總統大選 就是這個選舉被操控的意思 至於聽完這句話 大家很擔心 會不會輸了之後不認數 這就是美國方面的擔心 至於其他地方 特別是中國的擔心 就是說到這些話 證明他為了贏 就什麼都敢說 什麼都敢做 事實上 美國最新對華為的措施 又加強了 估計會影響到 華為進步採購半導體的能力 對他生產手機 以至機站都會帶來影響 現在外面估計 可能華為會頂多一年左右 這些晶片的存量 接著就有些頭痕 所以打擊之下 令到華為概念股 和手機相關的 今天股份的股價 都明顯出現跌勢 看到這一類信譽 跌破上升軌 而且五十天線都一度失手 走勢是弱的 這就是所謂外面的股份 最近市場明顯有些迴避的感覺 即使形勢好的股份 都不敢買大手下去 特別是科網股 那幾隻 特別是特朗普出聲的 騰訊 壓制了它升幅 以至威脅過的阿里巴巴 都是股價 最近的股價 就明顯不能夠 出現之前的強勢 即外面的股份 明顯是受制的 相反 所謂內循環的股份 就受到投資者追捧 而且勢就越來越受到追捧 那今天呢 中國聯通也算是內循環的股份 內循環的意思 就是中國自己內部經濟支撐的股份 就是盈利主要來自中國內部經濟的 對外面的依賴是少的股份 是受到投資者的追捧 那股份來說 你看到中國聯通是這樣 而中國移動也是這樣 看指數也是出現這樣的狀況 中資股明顯是威脅的 看到今天就是上證指數 這裏 十二點了 其實這兩天 之前一直都說 是受制這個雙底頸線水平 昨天已經明顯穿了 今天再升多一點點收市 換言之 連續兩天站在雙底頸線之上 之時這個雙底已經成立 當然這個雙底頸線不夠清脆 反而你畫成一個複式頭肩底也行 但無論如何 都是指向方向突破了向上 內地的股份為主 指數就是向上了 上證指數已經出現了突破 與此同時 國企指數也是出現這樣的狀況 剛才大家看到了 恆生指數 明顯仍然受制於250天線 但國企指數已經站在250天之上 之前一天已經突破了 今天再站在股市上 明顯是優勢了 比恆生指數 走勢排行 這是內循環的情況 因為營利主要來自內地的股份 是得到投資者的垂青 所以接下來相信都是這樣的狀況 特別在最近 預計特朗普出招會一招接一招 越來越狠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將焦點轉為內循環的股份 或者內部消費的股份 剛才看過了 中國聯通因為升得太厲害了 現在在後都比較高追 高追的情況 對於穩陣投資者來說 未必太合適 反而中移動之類 就可以想一想 其實都不是大幅上升了 都是一直升下升下升下 累積升幅都不算太誇張 都仍然可以考慮 尤其當出現回饋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 重要的支持是五十六元之上 這些水平 如果再迫緊 投資者可以考慮一下 另一隻呢 都是內循環的股份 明天就是港交所 港交所 都算內循環 近來很多 中國的著名企業 回到香港上市 都令到港交所 都是受惠的 都是受到中國內面的經濟相關的因素推動 所以大家留意著 港交所聽 業績 大家留意著業績 主要支持就是五十天線 首月五十天線 都是現在的勢 都是比較強勢的股份 大家留意一下 好了 講到這裡 時間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